可以了吧 可以了 好啊 我进入我的这个正式的课程 那么我来解读一下这个MDT 就是模型驱动的遥测技术 差不多应该这么翻译吧 模型驱动的遥测技术好吧 这个技术就是说 首先 模型驱动的 基本上就是在说样的数据结构 协议呢 大概协议大概有四个 一个是letconf 一个是resconf 一个是grpc 一个叫做gnmi 差不多有四个 都叫做模型驱动的 因为虽然说我说了四个协议 但是他们是一个模型 他们用的这个样的数据模型 好吧 有点我给介绍一下 然后呢 用这个数据模型来做遥测 遥测其实就是监控 监控 比如说以前SNMP基本上也能够这么说 就是说通过SNMP来做遥测 然后呢 来去做指标的监控 一般我们说指标的监控 CPU啊 内存啊 比如说最终 你看啊 就这个效果 这是一个无限的 好吧 当然呢 我这是一个实验环境 我只有一个客户端可以测试这个对一个客户端的相应的一些 比如说IP地址啊 这个他的设备类型啊 设备名称啊 还有他的速率啊等等等等 或者说呢 能够去看到他的这个 CPU利用率啊 内存利用率啊 接口速率啊等等等等 这个这玩意叫遥测 以前呢 以前的技术呢是通过 SNMP好像以前还没有其他技术吧 除了SNMP以外 好吧 现在呢就是模型驱动的 这个模型呢也没有什么技术 也就是一样的数据模型 协议呢 多得去了 但是呢 模型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其实也还好 模型是一样的 那么技术很多 好吧 那么大概呢 给大家说了说 现在呢 我们来开始这个内容啊 等会儿我把这个聊天区拉下来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聊天区里面跟我问 好吧 OK我可以看一下啊 好 我们从头来读 这本书呢 其实有看一下 差不多有六十多页 但是呢 真正的理论上的东西呢 差不多有二十页左右 我把前面二十页给读一遍 好吧 后面呢 大部分都是在讲各种各样的工具 和工具的使用 那一会儿呢 我就给大家做实验就得了 好吧 我会基本上把大部分的实验 都能够给大家简单的看一看 展示一下 都是可以的 好吧 比如说理论其实只有二十多页 那后面呢 都是讲各种各样的产品的 他这个文档里面 就大概的给你说了一下 我这个呢 大概的给你比划一下 大概给你说一下 我大概给你介绍一下怎么玩 好吧 OK 基本上大概今天能够把这个都走一遍 好 从头开始说啊 首先呢 介绍了一下iOS XE 在iOS XE之前呢 是iOS 对iOS跟iOS XE呢 不太一样了 那么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以前的iOS呢 是思科自己的一个系统 好吧 但是iOS XE呢 底层是Linux的 应该说现在思科所有的产品底层应该都是Linux的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好吧 现在 现在我也可以大概这么说 现在基本上各种厂商 网络厂商的底层都是Linux的 基本上也差不多吧 好吧 OK 虽然说有些什么自言的 我觉得应该都是Linux的盒 好吧 至于他们自言了多少 再说 反正Linux呢 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iOS XE是底层是Linux的 以前是一个单一系统 就是一个系统 里面啥都有 并没有模块化 并没有把各种功能给分开 现在呢 iOS XE之后呢 底层 你看看这个图啊 底层是Linux的 底层的盒是Linux的 然后呢 我们iOS呢 你可以认为是在Linux上面的一个应用 叫做iOSD的应用 并且呢 还可以加入一些iOS的子系统 比如说可以把一些WordShark的功能给嵌入进去 确实可以 如果有时间过两天给大家做个进化论 它可以在它这个系统里面有个WordShark 可以用WordShark来刷包来分析都是可以的 有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呢 iOSD呢 已经是一个应用 在Linux之上的一个应用 现在呢 很多功能呢 都已经被做成了一个各种各样的模块 OK 这样的话 你看 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模块化和可移植性 而且还有一点 这也是我在自动化用意的课里面也会讲的 就是可以 把一些容器的一些应用 一些物联网的一些应用 那么 托管到我们的录务器里面 也就是说呢 其实录务器呢 你也可以认为是台服务器 OK 首先呢 这个录务器 底下那个Linux 首先Linux是开放的 Linux 我经常说 有了Linux 有了互联网 你说啥不能做呢 对吧 那么而且它类置有Python 那也就是说呢 它其实可以在这个录务器的Linux里面的一个Python 可以运行 可以做一些inbox自动化 就是说 这是可以叫做EEM 可以基于事件来驱动这个 这个盒子里面的Python来做一些自动化 这是可以的 我记得一两年前给服务者去做过这个进化论 好吧 那么 当然呢 你也可以开发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物联网的一些小的HPC 那么把它封装到容器里面 然后呢 用录务器的Linux 给它拉起来 也是可以的 好吧 比如说呢 它完全可以当一个服务器用 拉一些容器化的一些应用起来 是没问题的 好吧 iOSD呢 其实也算是一个应用 然后呢 它底层的这些 底层的Linux 底层的Python 也是开放的 那么 师科这个iOS XE 其实 当然 iOS XE不只是录务器 也不只是交映机 不只是控制器 这什么 现在很多主流产品 企业级的产品 应该都是iOS XE的 好吧 好 然后呢 所有的API 包含一会我讲的那些 怎么来的 那些东西啊 那么可能呢 版本低了 可能是支持不了的 但这个只是跟版本有关系 那么 但是呢 跟授权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是师科的产品 那么 所有的API 都是可以支持的 好吧 那么我吐槽一下 某些厂商 那么API 都要收费的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好吧 而且我认为 只要API是收费的 它的API就是假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现在很多这些设备 它是原生API的 就是 你要配东西 就必须往API来配 mini行只是一个 图形化界面 只是一个那种展示用的 好吧 那么 如果说这个场子 这个说 那要给钱才开API的话 那API它也是假的 好吧 那种原生API的 它想不开也不行 它就必须得开 好吧 像 像今天AWS 那个云服务 就是原生API的 你要说 它可以mini行不给你开 它可以图形化界面 不给你开 API不开 就别玩了 好吧 API是 天生的 原生的API 好吧 所以呢 司科这个API 什么都可以用 就是跟这根授权没有关系 只要是台司科的设备 那么只要你有基础 最基础的授权 那什么 什么API都可以用 包安今天讲的 我的什么 Netcon Restcon 这些全是可以用的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个 Telemetric 就是谣策这个东西 被定义为一种 自动化的通讯过程 通过该过程在远程位置收集测量值和其他数据 就是他摇测 他来收集 他来采集 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些数据呢 传送到这些 接收设备上面来进行监控 注意啊 他能够收集的东西可多了 以前我们认为 你讲一个问题啊 以前我们要配 我们用S这些配 以前我们要看事件 我们用Syslog来看事件 以前我们要了解一些指标和那些CPU内存那些东西 我们用SNMP来监控 好吧 我记得我在自动化运文威的课里面讲一些经典自动化啊 就是经典自动化的一个课程的时候 我就会讲 你看啊 我们应该用SSH来配网络设备 我们应该用SNMP呢 来采集各种各样的指标 我们应该用Syslog呢 来收集日志 来分析日志 以前就这么讲的 但是啊 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一个技术 啊 就是MDT啊 那么不仅能够去收集配 就是get配置 也可以去写配置 就是读配置也没问题 写配置也没问题 好吧 然后呢 你还能够读取这个设备的各种状态 就是各种各种的show接口的状态呀 CPU的状态呀 没问题 其实呢 还能够甚至能够把日志 也能够采集过来 是一战式的全套解决方案 好吧 而且我给你解释一下 前两天我跟一个 阿里专门做自动化运维的一个领导啊 这都算领导啊 聊了两个多小时 他们现在啊 就他们现在 他们玩自动化 基本上就用一套协议 就是那个 有我们要讲的G开头的协议 GRCC GMI 那基本上就用这个G开头协议 什么Syslog不存在的 什么SSH配置也不存在的 OK 什么SNP也不存在的 基本上就用一套协议打开一下 就什么东西 都用这个一套协议 都用这个MDT这个套路来解决 好吧 所以说呢 相当的重要 就是这一套东西相当重要 不是说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讲谣测 我们今天 主要是讲监控 主要是来各种指标啊 出这种各种各样的图 但是呢 我也会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呢 配置也都全部是没问题的 好吧 OK 好 然后呢 这是他的 就介绍了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他比较重要啊 因为不断扩展的网络 需要持续的 实时的可见性 就是实时的 以前的SNP不算实时的 因为SNP呢 是那种 他周期性的去 去发 去 去 去 轮循 去拉取 去拉取相应的指标 CPU和内存 好吧 虽然说SNP也可以推 但是那些都是一些 接口档啊 邻居档啊 就这种 这种事件性的东西 可以推 但这种指标性的 你只有去不断的去拉取它 好吧 但是呢 这个是 这个 MDT啊 主要就说 GRPC 就是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GRPC打过来的 那么 它是 不断的 以流的形式 不断的 推过来的 OK 所以说呢 基本上是实时的 OK 随着网络的扩展 需要大量的数据来分析 OK 这么说吧 我也跟那个 阿里的哥们聊了聊 他们说呢 他们 平时 一般不经常开GRPC 如果要开GRPC的话 很有可能就说 他们现在那些 一些 一些核心电路的 那些网卡 一些网卡 一些重要服务系的网卡 那个 他把GRPC打起来之后 能把 他的 这个 这个接口下面的 几个对列的 全部的信息 大量的信息 这个对列 这个接口 对列状态 各种各样的详细信息 会打过来 他说这个量会非常非常大 好吧 他们只有按需的时候 才会把那个接口的GRPC打开 会把那个接口下面的详细的跟对列的跟详细信息全部打过来 OK 用GRPC可以收集非常非常细致的信息 好吧 好 现在呢 其实我第一次了解GRPC这一套产品 是当两年多前 我在讲斯科的DNA的时候 但是现在叫做Cisco的Catalyst Center的时候 那么我第一次了解有这么个概念 因为以前呢 因为斯科这个DNA当年会 会打开一些什么保障功能 然后一旦激活呢 我当时就想看一下这玩意打开了些什么鬼 然后呢 到路线上去看 然后呢 就发现他加了一堆我其实看不太懂的这么 Tenry的这么一些东西 好吧 那后来我慢慢研究 然后呢 发现这是GRPC的一些东西 OK 那个时候才慢慢了解到这个东西 因为 因为我发现斯科为什么不用 因为以前我们的理解就是说 应该用SNMP啊 或许指标啊 后来发现怎么没有SNMP 因为我当时我想看SNMP没有 然后我发现他换了一种方式 然后呢 我才能够知道啊 有这么一个MDT这种技术 有GRPC的技术 他们是更加流行的 更加新的一种 这个谣测的这么一个技术和协议 好吧 MDT啊 模型驱动的谣测啊 他这种push 就是说流式的 Stream 流式的就是在一个TCP里面 一种流的形式 然后不断的去把他的数据 不断的去push 然后呢 到你的接收端 你的接收端的几乎是 实时的能够去访问到这些数据 OK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基于标准的 样的数据模型 就说呢 虽然说一会儿我这个协议 那个协议 播入播出都会讲 但是呢 他们的数据结构 他们的数据模型 都用了样的数据模型 好吧 然后呢 它是一个 开 它是一个这个 工业的标准 OK 都用了这个模型 当然了 对 样是一个数据模型 样叫数据建模语言 对 样最准确的叫数据建模语言 它为 比如说 为接口建模 那接口建模应该 你应该怎么建模呢 比如说 接口应该有个名字啊 接口应该有一个描述啊 接口应该有一个IP地址啊 接口应该有一个状态啊 接口应该有MTU啊 就是它应该给你建模 就跟你要描述一个人 你也需要对人进行建模 那怎么描述一个人呢 可能应该姓名啊 年龄啊 身高啊 肤色呀 等等等等 对吧 你要建一个模 建一个模型 然后呢 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呢 你就能够更好地去描述这个人 那么样呢 也是数据 数据用来数据建模的 那么比如说 你应该如何去描述一个接口啊 那接口应该有 接口类型 接口这个 接口编号 描述IP地址 MTU等等等等 它是来建模的 对 它是来建模的 然后呢 有了这个样的这个建模的模型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它来产生具体的数据 具体的数据呢 可能就会表现成为XML啊 或者JSON的东西 好吧 有些 当然我最开始也这么理解的 我最开始认为那些 XML和JSON就是样 不是啊 样是一个建模的一个语言 它用来建模的 好吧 就是说人应该包含什么 接口应该包含什么 它是建模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模型 没有具体的数据 好吧 但是那里要去描述一个具体的接口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去把那些ID啊 描述IP地址填上 然后产生具体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才是真实的数据 好吧 那么这个数据可以是XML的 也可以是JSON的 都可以了 形式不一定 好吧 形式是不一定的 甚至那个谷歌的那个格式也是可以的 那么KV KVPair那种形式也是可以的 好吧 就说呢 样子是建模用的 注意是建模用的 模型它不是数据 它跟数据没有关系 但它由它来产生数据 好吧 它能够干什么呢 简单说一下 就是网络可视化呀 然后呢 快速排 排错呀 更好的网络优化呀 简化网络管理呀 然后呢由于能够发现网络的异常 然后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安全作用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好处 好 好 看一下啊 在速度规模固障隔离 固障根源分析和进实时数据可用性方面 传统的传统基本上也就是SNMP吧 和这个新的 那么这个是没法比的 好吧 与传统的已经完全不够了 那么我们需要新的方案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测评 它后面做了一个专门的测评 然后呢明显的明显的感觉到 那么SNMP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不高的 SNMP的效率是很低的 然后呢它会测评 那么这几个协议 谁的效率会比较高 测评最后好像是 我给你看 好像叫GNMI的效率最高 它有一个效率评分 我点找不着 我们看看 大家看看 有个有个remark 好像有一个 对 你看啊 就有一个测评 然后它会测这几个协议 谁对CPU的影响 然后呢大小 还有这个链路的占用 你会发现最终 GNMI的链路占用是比较小的 OK GMI链路占用比较小 这是相应CPU的影响 CPU的影响 OK 还有这个带宽的影响等等等等 一个测评 整体来说呢 SNP是最不行的 OK 它最占用 基本上最占用资源 好吧 也比较消耗CPU 比较消耗CPU等等 好吧 好 然后我们继续看 好 这几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有NetConf NetConf是我上课 我这种话用 为里面课一个比较重要的 它既可以播入 也可以播出 但一般来说都是播入 一般来说我们用NetConf来做配置 一般来说我们用NetConf来做配置 就是说我要配你什么东西 我要配什么东西 当然呢 也可以说我要去 我要去拉一个什么东西过来 拉一个CPU啊 也行 好吧 但一般来说的NetConf呢 是播入 它也可以播出 NetConf呢可以做一个订阅 我先配你 然后呢 我做一个订阅 然后呢 你按照我的订阅 然后呢 根据我现在的TCP 然后把你的资源 然后不断地以流的形式给我打过来 也是可以的 我测过 好吧 用那个央税度测过 确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很少见 很少见 NetConf RestConf其实是我非常推荐的 就是特别是在我的自动化运游的课里面 它是播入 配置 它是配东西的 它可以实现一个覆盖的效果 就是说不管你以前怎么长得面 反正现在你要这样 我一次覆盖 我就直接一步到位 RestConf其实我做配置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很多情况下都会用RestConf来做 好吧 NetConf说实在的 我其实用的不多 因为它的X没有这种形式 我有点讨厌 好吧 RestConf呢 有了Json之后呢 有了Poot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们先说GRPC GRPC呢 我以前讲的也比较多 它是播出的 就说呢 你需要在录录器上来敲配置 有时候我们都会演示 都会演示 我们在录录器上敲配置 然后呢 它周期性的可以把你 配置里面订阅的内容 然后打到一个目的地上面去 这个用的非常多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他们阿里那些互联网厂商 他们用的指标监控 基本上都用GRPC 基本上用这个 不是这个啊 我不要说这个啊 基本上都是GRPC 这种Dial Out的方案 好吧 这个G啊就是谷歌 这些G开出全是谷歌的 谷歌弄出来的 好吧 GRPC呢 是他们私有的 GNMI呢 是一个后来改良版的公有协议 好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好吧 GNMI呢 可以播入 也可以播出 首先 GNMI是比较 比较完整的 它既可以配东西 它可以配 它跟NetConf RestConf是一类似 它可以配 它可以配置 好吧 而且不夸张的说 他们现在就是用GNMI的配 那个 我了解他们 他们不用NetConf 也不用RestConf 他们指标用GRPC往外推 他们配用GNMI 往里边改 就这个套路 好吧 GNMI往里边改 它可以去 播入 它可以去改东西 它也可以配东西 没问题 指标监控呢 用GNMI呢 往外推 好吧 当然 它 它也可以 GNMI不仅可以配置 它也可以 监控 也可以 就是指标监控 而且它的指标监控 也可以播入 它也可以播出 可麻烦了 既可以配 也可以指标监控 还可以播入 还可以播出 都可以 都没问题 它可以 它可以播出 它可以直接播出 就说反正你配好东西 它直接播出去就行 它也可以播入 就是说 也是中心播过来 告诉你说啊 你把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根据我现在的TCP 就用现在我的TCP 以留的形式 用我告诉你这些东西 你给我打过来 它也可以播入 再播出 它也可以播出 它也可以播入配置 反正啥都行 就是GNMI 啥都行 好吧 OK 然后呢 你看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 采集各种各样的 很多很多的网络设备的信息 然后呢 在一个中心的位置进行存储 存储 好吧 好 基本上是那种 就是基本上是那种流适的 就是那种播出的 一般来说 是播出的流适的 这种push的方案 播出流适的push的方案 好吧 它们都用的样的数据模型 你可以是周期性的去推 也可以是发生变化的时候去推 周期性的推 发生变化的去推 而且还有一点很神奇啊 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播出啊 播出 我们认为播出一般来说就是啊 CPU啊 内存 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 不止 什么都可以播出 比如说 你想监控一个配置 有没有被人改 也可以用它来做push 就是说 你能够去监控这个 配置在改变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改变push出去 也是可以的 你就这么神奇 好吧 就说 它是播出的 但是你不播出了 你不要这么 就一定是这种指标 不一定 你甚至可以监控一些 配置都可以用它来做监控 有问题 它会播出来告诉你 这个配置被改变了 好吧 OK 对啊 指标监控现在基本上 我们都推荐用这个播出这种方式 其实啊 因为前两天我跟那个哥们聊 我说其实GNMI这种动态播入 其实挺好的 我给解释一下 动态播入是什么效果 我给你画个图大概 播出很简单 就是grpc 比如grpc 就是你在这儿配 我要什么 要什么 要什么 然后呢 播出就可以了 好吧 那GNMI能够实现什么效果呢 GNMI 能实现效果呢 一个管理中心 对啊 这个要配的话会配很多 这个东西会在里面 warning config 留下大量的印记 看一下这个 今天可能我们 这是我的 我的新的一个无限课 你看 可能会配很多很多东西 要刷这一片东西 才能够 才能够出这种监控的效果 才能够出这个监控的效果 要刷很多 OK 那这就是grpc grpc就是配 配大片 配完了之后 静态的配完 固定的 静态的固定的配 配完了之后 我还推 然后呢 GNMI能够播入 他用用密码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呢 他告诉这个设备 我要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 不出现在warning config里面 不出现在warning config里面 好吧 然后呢 你再根据这个tp 反向的给它推回去 我跟他说 这个挺好吧 对吧 你说你 这都配置 很麻烦的 对吧 配置很麻烦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波动反向推出 推出呢 是比较好 我当时觉得我比较好了 他说你这个 你用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因为首先这个设备 会特别特别特别多 这个会特别特别特别多 第一个问题 你的管理中心 那么这些设备 每上线一个设备 每下线一个设备 这个管理中心都要知道 因为他知道了才能上来 首先这事 这就比较麻烦 好吧 而且呢 你要放行他去往 所有这些设备的流量 防火墙 也就不一定让你过得了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他说最主要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网管中心 然后呢 你用TCP建立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TCP 给你打回来 他说一个网管中心 跟几千个设备建立TCP 然后他从几千个设备 去接受这个流的信息 这个愣死他 愣死他 这个 他说这个也不大可能 他说呢 这个 虽然说配置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配置是一样的呀 你的配置是一样的呀 全是一样的呀 好吧 有人说那你不是配 没有啊 这是负载均衡器啊 这个IPT是个负载均衡器啊 你可以做负载均衡啊 你打到一个负载均衡器上面去 然后呢 由他负载均衡 然后身后呢 再以一个集群来收集日志 然后再汇总到数据库里面去 这个才是正经的 好吧 首先你的配置是统一 虽然说配置多了 但是配置也没有什么可变的 都是这个负载均衡器啊 而且这个配置其实用一些自动化运动的技术来改配置也是比较容易的 统一打了一个负载均衡器 然后用负载均衡器来做负载均衡 这个才是正经的 他说这个才能够顶住一个真正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网络 这个玩 像我这玩小技术 我觉得这个挺高级的啊 我不用配那么多 然后呢 你拨过来 然后要他做什么 然后呢 他给推过来 我感觉 我感觉挺好的 我当时跟他说 他说你这个不行 用不了 后来我慢慢理解他的意思了 所以说呢 基本上啊 用的更多的孩子 GRPC GRPC确实有孩子用的比较多一些 好吧 大概了解一下这点 就是说用这个GRPC去播出 还是比较比较主流一些的 OK 配置呢 我认为 如果指标监控 我用GRPC 配置呢 我可以考虑RestConf RestConf有一个好处吧 RestConf是标准的HTTP 那么你的工具 你的 你用HTTP嘛 你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测试工具全部都有 是吧 比较方便一些 好吧 毕竟呢 RestConf配东西的东西呢 也不是那么要求效率和性能 是吧 我配点东西 反正 两分钟配完和十分钟配完 也差过多吧 是吧 配置呢 也没有那么要求效率 当然了 要求效率用GMMI 我觉得它的速度会比较好 好吧 他们说几千代色位 他们十几分钟就忙完 一次巡检 十几分钟 几千代色位 全部忙完 好吧 用GMI GMMI呢 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 但是GMI呢 这个工具比较少 好吧 工具它比较少 比较用一些专用的工具 然后呢 你开发的时候 也没有一些很好的调试工具 但是RestConf完全不一样 RestConf的HTTP呢 工具多了去了 好吧 所以我以前讲RestConf比较多一些 好吧 但现在GMMI呢 也没有问题 我现在工具 工具我也都早期了 它下面都会给你讲工具 我也都遛了一遍 但整体来说呢 肯定是没有RestConf HTTP的工具那么多 好吧 好 你看 播出 主要用GRPC 但你需要配它 你GRPC呢 就先得打一堆配置 那么你可以用命令行 API都可以打 没问题 GMI呢 是动态的 首先它可以做配置 也可以是动态的这种订阅 刚才说过就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那种 好吧 就是过来 然后要求它要什么 然后再把它打过去 它这是动态的 当然它可以支持配置 它是非常全能的 配也可以 播入也可以 播出也可以 也这些 做一些谣测数据的订阅 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建议指标用GRPC 配的话 用GMMI 比较靠谱一些 GRPC是不能配的 就这个玩意 它只是push推东西的 好 看一下版本 Ledconf这是版本 GRPC这是版本 然后GMMI这是版本 OK 是这么回事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这次用的 用的是9800 用了一个表现的版本 我记得 14的版本 9800 为什么不用这个 我CSR也多了去了 为什么不用 不是CSR C8KV 我这其实有很多C8KV 但是C8KV 不行 用不了 哎我 回来 你看我有C8KV 我试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C8KV都不行 再高的C8KV都不行 好吧 C8KV我的测试结果是 不支持GMMI 因为我想什么都要讲 不支持GMMI OK 但是呢 C9800 就是斯科的控制器 当然了这是我本地的C9800 然后呢这是我的实验台的C9800 我过两天呢 6月底 6月底 我要讲我新的 斯科无线的课程 现在呢正在给他做一些实验 正好我也说正好我也给他做实验 正好我也给他做一个配套的监控 监控器头 OK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6月底的一个9800 这个9800新的控制器的无线的课程 好吧 这是生产的 不不能造成实验环境的 实验环境里面有真的AP 然后有真的客户 然后呢我们可以真正的监控这些 这些数据都是可以的 好吧 好 随着呢要做这个实验 注意 你如果用序理化的话 你只能用C9800 OK你用C8000V的话 letconf restconf grpc 都没有问题 就是GMI 没有 真的支持不了 好吧 跟那个版本 你升的多少高版本都不好使 你用C9800那个就可以了 但是C9800是个控制器 你监控一些无线的东西呢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配动态路协议 就不行 因为一般来说 我讲一些自动化 我说OSPF吧 长期来 那就配个OSPF yes一下就得了 是吧 真不行 好吧 只能配一些跟无线相关的东西 如果说你是真机 如果说你有什么Cathlet的 9000系的交往机 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我真机 真没有 在我手里边是没有来玩的 好吧 好 所以要了解 做这个实验 今天你就要搞一个 我这是 也不用我这么高 不用我这么高 我看看这个 我实验台这个嘴巴里面 这应该是实验台 这个是 17.9 反正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 他才能够全 全部支持 在这边 这个我画了 就画了半天 我研究更高了 然后最终发现 C9800在那个版本 会比较靠谱一些 好 虽然说刚才讲的 RestConf Grpc GMI 它们都是一样的数据模型 它是一个建模 建模语言 它做数据模型 然后呢 由它产生具体的数据 OK 好 你看它后面有数据 数据可以是 比如说 Xmail的 就是在这边 样式数据模型的建模 好吧 在这边就是 接口应该有名字 接口有ID 接口有描述 接口IP地址 接口下动落下档 接口MTU 它描述 它来建模 你应该包含这些东西 好吧 但是具体的数据 具体的数据 你可以是 NetConf的 XML 可以是这个 GR7C的 KVPair KVPair 就是建子顿这种东西 好吧 也可以是 GNMI 和RestConf的 JSON OK 好 这个协议是 这个协议是谷歌的协议 是二进制编码的 是一个二进制编码协议 用来给GMI做二进制编码 GRPC也是用它的 GRPC也是用的 它做二进制编码 OK 也是因为二进制编码的效率会更高 因此 G系列的协议 G系列的协议 基本上都用它做二进制编码 G系列的协议 效率要高一些 因为它是二进制的流 好 不像 不像 这个 列conf 列conf 这些 是文本 是文本 当然了 这个TRS可以给它加密 但是它内部是一个文本 文本的效率会比较低一些 这个就类似于什么 如果再说一个 可能你也许能了解的 就是证书有经典的两种 两种这个格式 一个叫PEM 那就是文本的 可以复制粘贴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 我们可以复制 可以粘贴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好吧 但是文本的效率比较低 文本的东西就会比较大 那么 还有一个证书的格子叫DR 我不知道了不了解 DR呢 其实也是名玩 对DR也是名玩 它跟加密没有关系 DR是二进制 它的二进制编码 它的效率 它的这个 就是文本会小一些 它传输效率会更高一些 好吧 但是呢 我们玩证书的时候呢 证书里说能有多大个 对吧 对吧 证书能有多大个 而且呢 证书呢 我们喜欢贴来贴去的 所以说呢 我们喜欢用PM的 明文的那种 文本的形式的 但是呢 像这种采集指标 这个流量可能就大了 对啊 采集指标的流量 那可能就大了 那么 那么所以说呢 能够节约一点 能够精简一点 就会更好一些 所以说呢 既开头的这个二进制编码 其实它才是真正提高 它的性能效率的 一个 一个关键 好吧 那么那些 Let Conf Rest Conf 主要就是文本的 它的这个 这个效率它会低一些 大概理解这意思吧 好吧 OK 都是用GRPC 好 版本推荐 上面就是版本推荐 OK 版本推荐 再看一下 其实 我今天 9800有两个版本 这其实就可以了 这是我这个实验台里面 就是刚才有 真正的AP观点过来的一个 17.9 然后呢 我本机的是17.14 反而17点 大一点就可以了 好吧 版本啊 好 然后呢 这个 他们的认证 认证 那么 G系列的 G系列的 可以用证书 甚至可以用MTOS 双向证书认证 可以 一会儿我们有证书 有证书认证 但是我不选双向证书 就是 我玻璃 你给我提供证书 我用证书验证你 然后呢 你要求我用用 你要求我提供用户密码 我把用户密码提供给你 你认证我 这个比较好一些 你要让每一个客户都给他提供 自己的证书 好像也不太方便 好吧 所以一会儿认证的就是说 访问那个设备的时候 设备有证书 然后呢 我给他提供用户密码 大概就这样啊 NET CONF REST CONF GNMI 支持拨入 然后呢 GRCC 是拨出 GNMI 也支持拨出 也可以 他也可以支持拨出 对 这个实验是没有做出来的 其他都做出来 我就一个实验 我没做出来 我给大家讲 如果说各位 未来谁做出来了 你联系我 没做出来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GNMI 还能支持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接收器 他也能够 他也能够直接播出 他也能够直接播出 他播出了之后呢 你在这儿配订阅 然后呢 你把这个订阅的信息 通过这个TCP 注意啊 通过这个TCP 反向把这个订阅 推给这个GNMI 然后GNMI收到这个订阅之后呢 然后呢 再把这些订阅的内容 给推出来 一个TCP 由GNMI到这个接收者 就是这个 没做出来 真没做出来 就是首先 就是这个设备 就是这个设备 这个Telegraph后面 好像支持 但是做不出来 反而我不知道 怎么整得出来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时间当中 就这个时间没有做出来 反而我 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知道东西多了 如果各位能够下次 能把这个玩意做出来 就是他播出 可以配的 这个配置我知道 可以配一个tunnel可以播出 然后呢 在这儿配订阅 然后把订阅 通过这个TCP搞过来 然后呢 他知道订阅之后再推过去 这个效果更完美一些 我觉得 好吧 你们 反正这确实有 我也看到了 有 但是真没整出来 你们整出来告诉我 好吧 其余都整出来了 其他我都整出来了 别马刚才也说了 安全啊 那么这个 Ledconv用SSH 用SSH 公钥那种验证方式 好吧 然后G开头呢 就支持MTRS MTRS是双向证书认证 也可以一面证书认证 一面用红密码 这个是我今天用的 我不知道路由器 路由器有证书 我用证书认证他 然后呢 我输用红密码 他用红密码认证我 大概就是效果 今天大概是这个 好吧 差不多吧 就是Ledconv用SSH 其他呢 其实是HTTP2的 就是GRPC和GMI 其实是里边是HTTP2的 HTTP2的 好吧 好 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没在说 只有样数据模型 好吧 好 拨入 拨入啊 这个刚才说 GRPC是静态的 手工配置的 就是你需要 真的就需要去刷 刚才那一堆配置 这一堆刷 静态的 静态的 配置的 当然呢 这个东西呢 它是Running Confed的一个部分 当然呢 你可以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技术 来动态的修改它 当然它确实是静态的 就是手配上去的 好吧 然后呢 拨入了 刚才就我说过这个问题 拨入就是 我拨进来 刚才我画了个图 我拨进来 我告诉你 告诉你我要订阅什么东西 然后呢 你再通过这个TCP 反向的流过打过来 那差不多这样啊 这是 拨入是动态的 OK 它不出现在 Running Confed里面 不出现 Let Conf GNMI都知这个东西 这个说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说这种拨入的问题 就是 就订阅者和这个接收者 因为你来 然后呢 我打给你 是吧 都是一个设备 所以说呢 它如果流浪大的话 就不具备扩展性 这也是一个问题 OK 拨出 这个基本上就 这个播出就是 离Switch 网络设备往外 建立连接 拨入呢 就是接收者 往Switch 建立连接 好吧 在这边啊 我们推荐 指标监控 用GRPC做播出 我现在推荐 做配置 是拨入 拨入呢 RestConf也可以 GNMI也可以 都可以 好吧 好 这他就紧急地讲 这几个协议了 好吧 那现在在啊 后面基本上 我看 再继续看啊 再继续说说啊 他这几个结列的Conf RestConf 老的SNMP GNMI啊 怎么激活 他这有介绍 GRPC GRPC的配置 他有介绍 好吧 好 那我再看啊 数据 两个数据 一个是配置数据 一个是操作数据 配置数据很简单 就是Running Config 这东西 好吧 操作数据呢 主要就是 它是只读的 它不可以配 那么主要是秀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指标的东西 好吧 好 这是两种数据类型 在两种情况下 可以去Push 一种呢 是周期性的 就是每十秒 我发一个东西给你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当修改的时候 什么东西改变的时候 我推给你 都可以 注意 当修改的时候 你可以做成配置 当修改的时候 推给你 也是可以的 也没问题 它不区分那个事 当修改和周期性的 都可以 都没问题 好 这就来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 我们是一样的数据模型 这没毛病 它是一个标准 这没问题 但是呢 主要有两种大类型的 样的数据模型 一个是思科 他们家 Lative的 有一个样的模型 叫Cisco IOS XZ Lative 就是原生的 他们家自己的 这个呢 它的功能会比较全面一些 就是思科各种特性 它都能够支持 好吧 特殊的各种功能 支持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 这是思科他们家自己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开放的数据模型 开放数据模型 分为两种 一个是正经的 标准的 ITF的 思科支持的 这两个 支持的 不算太多 我觉得 好吧 标准的 这个标准东西啊 其实 就是大家支持 中华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 Open Config 一个联盟 这个我现在说 如果进化论 就是几个主流的网络厂商 创建了一个联盟 叫Open Config 联盟 然后呢 他们就做了Open Config 相应的兼容的样的模型 那么在这些联盟里面的这些厂商 那么基本上都能支持Open Config 这个模型 好吧 这个呢 算是有较大的通融性 一会儿我用的比较多的 好像也是Open Config 他们家的 好吧 有较大的兼容性 但是四科特别特殊的工程 他可能也支持不了 好吧 ITF呢 就是 知识就很有见了 好吧 那一会儿主要是用的 Open Config 实在不行的用这个 Lative ITF的用的不是很多 好吧 OK 大概了解 有一个是原生的 一个是开放的 开放的又分为 ITF的和Open Config 那我用的Open Config 会比较多一些 如果不支持的话 我会用Lative 会比较多 多一些 ITF用的不太多 不经常用它 好 然后呢 支持的样的模型很简单 你这儿可以查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呢 就能够给你看到 所有的四科的各种版本 各种版本 支持的全部的样的模型 好吧 你说你看吧 我也不看 好吧 而且也不用到这儿查 一会儿我们直接可以查某个设备的 好吧 这个可以看看 但没有什么太多用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这就是样的模型 然后展开之后一个树状结构的东西 跟MIP有点像 后面 后面我们也会看看 这样的数据模型 最重要的呢 这个文档里面还说了几个东西 就是说你经常会用得到的一些 样的这个XPath 注意啊 比如说你要采集某个东西 比如说你要采集某一个东西 那么这是不是有个路径 这是有个路径 OK 然后呢 你右键这个节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你应该他这儿也好像也有讲 对 你右键某一个节点 然后呢 这个YoungSuite 这个工具 就能给你显示这个XPath的路径 然后呢 你把这个XPath的路径 在你的配置里面体现出来 那么你就可以订阅 这个路径下面的所有的数据 然后呢 周期性的就给推过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的XPath清单 还是非常有用的 未来如果大家要用的话 可以直接贴一下 这个地方的XPath的清单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ARP的啊 比如说CDP的啊 比如说CPU的啊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采集这些相应的数据 过去就可以了 好吧 但是可能針集行 我这个是C8 C9800 很多还是不行的 反正我测了 很多还是不行的 好吧 C9800那个 因为它这个控制器啊 无线的东西 它支持比较多 那么传统的那些什么 那些功能 都支持的就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说这个XPath的东西 我看支持的不多 这是无线相关 无线确实都支持 无线相关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支持 至少今天我的实验 无线相关的都支持 好吧 就是基本上 你看这是无线相关的 这全部支持 这全部都问题 好 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这么一个XPath XPath 然后贴到你的配置里面去 你看一下这个 这是你的样 样的名字 然后呢这是路径 这里的样 这里的路径 它有一个网站 这是一个样 然后呢可以到时候去搜索 这个这个不好使 我建议你去就用YungSuite来测试会比较好一些 一会儿我可以看YungSuite 好这是评分 评分 整体来说就是 其实整体来说就是JMI的这个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那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整体来说SNMP就不行 SNMP主要是比较 它就主要比较浪费CPU的很多 它特别浪费CPU OK 而且你看 LedComp RestComp 这种效率还是很低的 LedComp RestComp RestComp 你看这大小 RestComp 确实是因为它是标准的HDP 它的效率其实还是比较 它标准的HDP 它的效率其实 我感觉还是 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 这是为什么他们那些 互联网大厂 他们现在爱用这个G开头的 GMI的效率确实很高 是吧 GMI JRPC效率都很高 好 下面就 下面我们简单再聊聊 它说呢 现在呢 自动化里控制器 有一种控制器级别的自动化 也有设备级别的自动化 它简单的说呢 控制器有控制器的好处 控制器呢 能对网络的资源呢 做一定的抽象 然后呢这样的话 你配起来比较基于意图的网络嘛 你提出你的意图 然后他把你意图转换成距离的一个配置 然后给你实施下去 在一个大网下面来统一的来管理设备 控制器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如果说你用每一个设备来做 中文化就每一个设备用什么API来操作它 也可以更精细 但是这太麻烦了 OK 所以说他这建议的也是说 那么这个网络的基本管理 基本配置 建议呢 有控制器的话 就你用控制器来做 这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呢 指标 这种指标采集 或者一些监控的功能 那么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自动化技术 来采集日志 来收集数据 来分析数据 这个是用互补 大面的上面的自动化 应该用控制器来搞定 那么更加精细的一些日志采集的东西 可以考虑用这个设备级别的 就是这些协议来去采集 来去收集数据 来分析数据 OK 我记得前 也差不多一年多前 我跟一个斯科的哥们聊过 我说当时我就在研究这个斯科的这个DNA 我说其实DNA都已经被蜡管了 设备被蜡管了 那么通过DNA的基本上图序画也没做好了 点点基本上也就实现了 那自动化有什么太多意义吗 我通过它也通过一本书 大概学到了 就说那首先自动化有两个用处 首先你便于把DNA控制器和其他的蜡管系统 因为其实你们公司可能还有其他的管理系统 做整合的时候 API自动化是有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说 它的DNA 它对指标的监控的力度是有限的 而且可能也不是说一定是它监控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OK 所以说你可能需要自己再起一套监控系统来看看实时的这些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学今天我一会儿要讲的一些东西来采集相应的指标 然后在系统里面来进行分析 好吧 所以说这是一种 这种互补 我也把我自己跟别人聊 我其实经常跟一些哥们反复去聊一些细节 因为因为我是讲课的 我也不是说什么我是一线工工程师 这是我多少年没有做过项目了 好吧 但是我希望能够不断的 因为我认识的人比较多 所以说我希望更多的跟人聊天 能够把一些他们最新的一些东西也能够学到 好吧 我也是跟别人学的 好 简洁他就讲了一些司科的产品 这就不用说了 这是司科的产品的控制器 好 收集设备 今天主要就是用的TIT Telegraph InfraDB Grafana 这个我现在一直都在讲这一套解决方案 好吧 用Telegraph做采集 用InfraDB做数据库用Grafana来做呈现 那么他既支持GRPC 也支持GMI都可以 他支持表权 测试工具 主要用YangSuite这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呢 就是GNMI专用工具 GNMIC 这是GMI的测试工具 YangSuite呢 是一个样的一个 当然一不止了 他功能多了 主要是测试样的一个工具 YangSuite YangSuite 我给大家看看YangSuite 我先给大家配一个 我先看吧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讲 好 差不多了吧 是GNMI返回的阶层数据 他基本上 YangSuite的好 既然到YangSuite的 我就开始配啊 给来个配置 好 首先啊 我这个980面刚才恢复过快照 恢复了一个空快照 这个空快照呢 基本上就只有IP地址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都是默认的 接口配的IP地址 好吧 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这支系统默认的一些 跟无线 无线控制器嘛 无线的一些配置 这就算是空的 基本上除了 IP地址和用户密码以外 其余都没有 好吧 好 我给你来配一下 从头开始配啊 这是我的这个项目 好 看一下啊 我刷一下这个配置 简单解释一下 主机名 DNS 域名 时区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NTP IP地址 其实已经处处化过了 好吧 我为啥做个创可 这个没有用啊 这个应该没有 我不知道干嘛用的 这是无线吗 哦 不对不对 这是无线 我觉得这怎么跟我创可 无线我说要做创可刹者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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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这么复杂 嗯 主机名 10区一定要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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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可以做个domainnet 没有做啊 呃 然后呢 这是 创建一个transport的URO 我要导证书 叫做QYT GMI URO我要导证书 先创建的URO好导 好吧 呃这个用户密码是有的 这个IP地址其实是有的 这个HTTP是有的 呃这个也是现在也是有的 就是现在这些都是有的 这也是有的 OK 主机名 10区 Transport 好 GNXI 这就是G GNXI 激活两个协议 一个叫GNMI 一个叫GNOI 呃 GNOI 怎么今天没有聊 GNOI 前两天我做过一次精华论 GNOI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今天我开始一直没有说啊 GNOI 能够实现 用它来做一些 你要知道啊 GNMI 是做配置的 挑配置 可以理解吧 啊 GRTC呢 是采集指标的 采集CPU和内存 可以理解吧 但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怎么呢 升级镜像 升级镜像是配东西吗 那不是 升级镜像是采集指标吗 也不是 甚至 还有一个就是更新证书 这叫做日常的一些维护操作 注意啊在上面啊 GNMI 配东西可以理解吧 GRTC 采集日识可以理解吧 但是还有一些事儿 需要完成 那么 G系列的协议里面 又多了一个叫GNOI 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前一天做过一期进化论 它能帮你去升级镜像 帮你更新证书 甚至能够把你设备重置到默认 都可以用GNOI来做 好吧 所以呢 这个GNXI 就激活了两个协议 一个叫GNMI和GNOI 两个 好吧 然后呢 激活它 激活它的服务器 激活HTTP 它的HTTPS的服务器 然后呢 它的证书这样的话 我连接它的时候 我会从我证书来验证它 然后呢 它要我用户密码 就是我连接它的时候 我随后密码给它 我也一起吧 RESTCOMF 给NETCOMF 都激活了 NETCOMF RESTCOMF GNMI GNOI 都激活了 OK GRPC呢 GRPC刷这个 GRPC 好吧 那好 解释的差不多 那就开始刷一下 刷一下 好 刷完 刷完之后呢 它没有证书啊 一会儿我们就要 你看啊 这个TrustPoint现在没有证书 但是我已经 用这个TrustPoint做服务器了 所以证书呢需要导入 证书需要导入 证书需要导入 我导入一下我们证书 嗯 我解释一下这个证书怎么来的 我解释一下这个证书怎么来的啊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切来切去二切 找不着 这个啊 嗯 你可以去下载一下我的 在Github上面的一个项目叫 QIT下话键Nginx 这个项目 下载下来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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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目录下面 这个目录下面 有个叫Alt23的Chain 以前没有 这两天写的 Chain 这么一个Python代码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里面会给你告诉你们 怎么去安装Python相关的一些组件 好 你执行那个Python代码 然后呢你可以写你的域名 当然这是IP地址 你就可以产生相应的这个 这个域名或者IP地址的证书 这个证书 会以一种P12的 当然了你也可以要明文的证书和明文的密钥 我们这是P12的证书 所以这个P12证书里面包含什么 P12证书里面包含 更证书 它的一个链 包含更证书 还有这个 你的个人证书 还有 诗药 然后加拉密的 这个P12的 好吧 这个欠是包含了更证书的 当然这个目录下面还有一个不带欠的 就没有更证书 它的P12里面是没有更证书的 但是呢给诗科灌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把更证书一起灌 要带链一起灌 好吧 所以这个P12呢 这个P12产生的就既有更证书 也有更证书 还有密钥 这个P12的齐的 然后呢 你再把这个P12呢 做一个Base64编码就出了这个乱七八糟这一片 OK 那现在我贴的就是这个 就就这个啊 就这一片 你看啊 P12 终端 贴入密码 使CS0123的解码 就刚才那个东西贴 证书就有了 这是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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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吧 OK 那好 基本上呢 整个也就给他 认输有了 OK 基本上整个呢 也就算激活了 你可以这么看啊 你可以秀一下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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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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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是有的 好吧 gnmi 过一会儿 过一会儿应该就好了 好吧 好 那就这么简单 那就这几个协议 我都给它激活了 好吧 激活了 这是 redconf gnmi和gnoi 这个grpc grpc就这个 我给你贴了吧 redconf刚才激活了 它可以把这个路径下面的数据 接口下面的数据 就是那些接口的入方向直线数 出方向直线数 这些信息 然后呢推过去 好 那相当于就全部都激活了 好吧 OK 好 在激活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刚才 说到的yansuite 看一下效果 yansuite 就是yansuite 对yansuite 好吧 而且我提前已经给做了这个设备 IPD是用户命密码 然后再加载一下证书 至少要加载一下更证书 更证书 这样的话才能够校验它那个服务器上的更证书 是吧 GNMI激活 NAT-CONF激活 REST-CONF激活 SSH激活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设备的可达性 诶 基因买买咋了 还没起来 我想想啊 可能需要重新的 可能加载证书之后 需要重新敲一遍 因为后加载证书 在看哪儿 哦 我家也错了 我不是这个 我两个项目啊 贴 贴的 贴错了 不是这个Transport贴错了 Transport贴错了 我刚贴成这个Transport了 这是我那个无线项目里面的 应该给QYT GMI导入证书 导错 导错Transport了 呃 基因XI状态 还是当的啊 操作状态 那我再看看啊 对的 再漏一下啊 我测一下 我测一下 测一下啊 看看测不值得过 哎 好了啊 这是好的啊 好 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比如说 协议 所有协议都支持 OK 比如说 一般来说 我以前上课的话 比如来的Conf 加载一个模型 比如说我们 CPU吧 CPU CPU 这是4G的CPU 这就是一样的数据模型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给GAT CPU 你看这就是它的这个数据结构 好吧 那比如说 你就想采集这个节点以下的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说我只采集5秒钟的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说我不采集5秒钟的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说我不采集5秒钟的 我全部都要采集 我就采集这个CPU利用率 这个路径 就是这个路径嘛 对吧 点它 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Build RPC 然后呢 你运行RPC 然后呢 你运行RPC 然后选择一个设备 运行RPC 它就是帮你能够 帮你能够去做一个测试 发行RPC 发行RPC 应该 至少CPU也应该返回一个 OK 好 你看 来了 来了 看到没有 这是数据 虽然说了一个1分钟 这个5秒钟 这个5秒钟是1 OK 1分钟是0 这是数据 这是一个数据 OK Younsuit的好处呢 就是说 有各种各样的模型 可以加载模型 然后呢 你可以用get 来采集指标 这是getconfig 就是获取配置和编辑配置 get就是采集数据了 好吧 OK 然后你能够了解数据结构 你能够去知道XPath XPath OK 而且呢 你可以构建RPC 执行RPC 看到数据 这个Younsuit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吧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而且它现在支持的协议呢 也是比较全面的 OK 嗯 这是Younsuit的啊 你看 GNMI也支持 都是一样的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都是一样的 这协议不一样而已 OK 好 再继续看 刚才采集过啊 这应该是它在用基因MMI了 基因MMI 测试方法应该是一样的 哦 这GRPC的Path 对 还有一个 它还支持一个 如果说你以前是用SNMP的 现在呢 还能够支持把它给转到 样的数据模型 就是说以前你SNMP用忘了 它有个工具 我记得 你看 有一个SNP2样数据模型的 这么一个映射关系 比如说你把SNMP的OID填过去 它能帮你转换到 相应的你应该采集的 一个样的模型 这个功能也有 好 下面呢 呃 这个 这个 在看GNMI 这也可以测 可以简单测一个 这个CPU什么 CPU 或者说这样 因为一会我主要是用它来 我看看啊 应该主要是用它来采集一个 我没有open config啊 open config interface 我没有open config 我们就采集这个大位置 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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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呃 甚至它还可以支持我看它能支持订阅 订阅啊 就是还是这个位置 我还要它 我订阅啊 刚才那种是get 就是我我一把一把的要 那么现在呢 我支持这种订阅 就是 刘氏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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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性能 给我发过来 我想想应该就这样吧 刘氏订阅啊 你看这有了吧 它应该还会再翻 这要等一会儿 就是它会不断的 你看它一直在 一直在running的 它会不断的去采集 然后不断的不断的去打这个东西给你 不断的去打给你 这样流失订阅 它也是可以支持的 好吧 OK 这个可以啊 可以说说它的测试功能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用它测就不错 但是主要是用 主要是用去测试的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个文章继续往下讲 就讲到了这个 GNMIC的这么一个 GNMI的一个工具 我这也玩过 看看啊 GNMI工具 这个工具也还挺好用的 首先怎么安装 安装比较简单 这是它的Github官网 一句话就装了 OK 然后呢 然后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句话来测试 首先你看一下 我连接到这个设备 端口号 用户名密码 由于呢 它的Githubtls的 所以说呢 我需要一个更证书 来校验它的证书 然后呢 注意这个地方 能力 我给解释一下 SNMP 当然一个非常讨厌的地方在于就是 我们其实除了查文档 文档可能不好查 查文档 才能够确认这个设备 支持哪些MIB 简单说吧 就是说 SNMP时代 你很难知道 这个设备到底支持哪些MIB 和它们的结构是很难搞定的 好吧 但是现在呢 这个 不管是GNMI 还是LenComp 都支持一个功能 你可以去要求 我给你返回我支持什么样的 支持哪些样模型 这个比较高级 这个确实是一个高级的东西 就是 就相当于 你一连 SNMP的时代 就直接告诉你看 我支持这些MIB 你去下载吧 我就支持这些 好吧 以前 SNMP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功能 就这个设备没法告诉你 我支持这些MIB 你猜 你去找文档 你找不着 好吧 所以说就很困难 但是现在这个就可以 看一下 它能直接帮你测 你找个客户端 你看 直接就能返回 它支持所有的样的模型 支持所有的样的模型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有些人玩玩这个样式的时候 你在把设备做好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点一个叫做 创建 它的这个 它的样的存储库和样的集 一个创建 它就自动帮你去下载了所有的它支持 这是为什么 以前我也搞不懂 好吧 那现在我知道啊 就是说你点它 它就去先做这个操作 就知道所有的样 支持的 然后呢 它在在线的帮你把所有东西给下载过来 产生这个设备的样集 又这么来的 OK 你就能够在这儿 就能够看得到你相关的样集 所以说呢 刚才呢 在测试的时候 在测试的时候 你才能够为这个设备 为这个设备 选择它所支持的样集 就这么来的 直接能够查询这个设备 到底支持哪些样的数据 这也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功能 好吧 然后继续看啊 我们用这个命令行业也可以测 这个命令行业玩我 命令行 这个光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命令行去看一下 我们用那个命令行 这个这个还可以 这是加载证书啊 就是如果说那边 那要提供要双向证书认证 那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提供你的个人证书 我说命令行业 这是可以的 OK 好 这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可以通过它 可以通过它 来去获取 获取 get get 这个接口的数据 你看 get get 然后呢 把后面跟的 刚才我们说的XPath 就能把这个数据给打过来 get 没问题啊 还能够看 这是什么 配置 配置这个接口的描述 接口描述 这个路径 g1 接口下面的描述 看一下现在 现在应该是没有描述的 看看啊 没有 这个可以帮你更新接口描述 配置也没问题 配置也是好的 配东西 好的 是吧 再来删掉接口描述 可以配也可以删 删掉 删掉 可以啊 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配域名 配域名 这个就不配了 刚才配过一个 就可以了 三域名 订阅接口信息 这个订阅 这是订阅 订阅啊 订阅 每秒发一次 然后呢 订阅接口下面的计数器 就是接口的相应的字结束 看一下订阅也能做 刚才央睡的也可以做嘛 就订阅他也可以做 订阅啊 你看每一秒 他刷一遍 诶 诶 诶 你看每一秒他会刷一次 每一秒他会刷一次 这要订阅 好吧 这个命令行工具 我看了一下都支持 不管是 get set delete 订阅都可以 然后呢 用他来去查一些什么 capability 也是可以的 工具也不错 然后呢 我又去测了一下Python脚本 Python脚本 你去下载这个Py GMI 也可以啊 看一下 可以get 在这也是路径 根证书 IPT的装口号 用户密码 get 接口状态 get ok 然后呢可以 可以支持 update update update就是配点东西 配 配东西 配个啥 update 这是一个文件 update域名 域名看一下配没配啊 没有啊 我们来 update一个 update就是刷一个配置 其实就这么简单 它一个比较高级的就是啊 它跟那个 我经常说 rescombo写的put 它也有 看一下 它有一个叫replace的 叫替换覆盖并且替换 这个效果比较好 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访控制列表 叫test ipv4的访控制列表 10号ID 1到2 然后呢 2号ID 他到他 好吧 看一下现在没有访控制列表 它的一个覆盖效果 覆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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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做一个 ok 好 这样啊 我们现在我把它弄一个 它不是刷配置 它是覆盖效果还比较好的 给我来一个 60 ok show access list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要去replace 如果说你是刷配置的话 只是刷的话 这个60一定不会刷掉 60一定会保留 但你看现在效果 我用replace 就是我想要什么 那就目的 最终就一定是这样的 多的都给你干掉 我会把你完整的替换 你看 我说是啥是啥 以前那些不相关的 以前那些错误的 都会被我替换掉 replace 这能够实现rescom 我说那种覆盖的效果 好吧 所以说呢 确实他们现在生产用这个东西来做配置 我看一下效果也是没问题的 而且它效率高 刚刚我们看了 看了个测试指标 确实就属于它的效率高 所以呢 未来呢用它来做配置 然后呢用grpc呢来监控指标 客户端也测了 python 我也给你测过 也就是好使的 还有这个gnoi啊 你最好今天我就不讲了 因为 因为前两天我做过一个 进化论 b站上又有 就这个gnoi 我这个两个不支持 但是证书管理是可以的 我演示我 好吧 嗯 再看一下啊 好 telegraph啊 这个这个收集 收集日志 这个这个不错啊 嗯 其实你说我怎么做的这么好看的 其实也不能说 我做的我 我确实改了一些 我确实改了一些 就是 他的 信息 为什么这么好看呢 因为我大部分还是抄了他的 dashboard 大部分是抄了他的 官方提供的 只是官方呢 只是提供了一个client 就是无限的客户端 他会教你怎么配 然后呢 你可以把他的dashboard倒下来 然后就可以用了 好吧 那我基本上是抄了他的 但是改了一些 比如说 客户端呢 这是所有的客户端 当然我这只有一个客户端 好吧 他的IP地址啊 他的设备类型啊 他的设备名称啊 下面基本上就是抄的 下面就是抄的 你只需要把官方要求的 这些配置给做上 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贴我的 基本上贴grp这个配置 然后还在我本币这个 那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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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一片 撇上去 那么就能够出这么 漂亮的效果 OK 好 这是官方的 我就是抄的官方的 然后呢 这是我自己做的 grpc的 这是 这是cpu和内存 cpu和内存 然后呢 这是我手 手捏的 手捏的不太好看 但是还在做 这是手捏的ap的 ap ap的 对啊 刚才这个是client 就可以看到每一个client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可以看到每一个ap 还没有列完啊 这client列了 你要看哪个ap 你看这个ap 里面只有一个wlan 然后呢 它有一个客户 ap2呢 它有两个wlan 一个客户也没有 然后呢 能够看到他们的mark粒子 ip粒子 他们的无线 或者管理状态 都可以 我还在列 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给我讲 我最近还在列这个玩 这个可不好列了 别看那么一点 忙了好几个小时 好吧 这可不好列了 列出他这种效果 真正还是挺难的 好 还有一个 这个呢 我测过 我是 我是一个虚底设备 这个可能需要增积 catalyst的9000系列 才能出这个效果 我这个不行 很多指标都采集不了 这个它也没有放大 它差不多能出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我发现 我在这个 不管是C8KV 还是C9000 9800都不行 好吧 这个也许搞个增机 是可以的 我也没有增机测不了 如果有谁有增机 可以自愿 自愿我一个 好吧 这个我测 我支持不了 好吧 可能增机行 好吧 这个大气包 他就官方就提供了两个大气包 我第一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现在是无线 没问题 下面这个 这个可能真要震惊 我这两个都支持不了 基本上 好 然后他也讲了这个Splank Splank可能今年我会做一些 MyK的政客 我会讲Splank 或者SolarWind等等等等 这都一个 我现在讲的是 开源的 也会今年可能会讲一个收费的 那些 监控工具 好吧 差不多吧 我基本上就给走一遍 他在基本上都做过了 OK 我觉得今天差不多 我都给走一遍 我觉得首先讲了那几个协议 讲了样的模型 然后对 这个NetConf给你简单简直一下 NetConf也可以 也可以提取CPU利用率 这个 当然是B660 RestConf也可以支持 他们是拨入去拉的 有时候NetConf也演示了 RestConf也演示了 GNMI也演示了 GRPC GRPC 当然GRPC里就是要配嘛 配嘛 GRPC 你配嘛 配完之后这就可以看嘛 这都是GRPC来的 好吧 基本上都给你演示了 然后呢官方的这个白皮书呢 我觉得基本上也给你走了一遍 这是后面那些工具 后面都在讲工具了 就没有什么太多意思 理论呢 基本上就是前面那些部分 然后呢工具的演示呢 我给你演示了一遍 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一下这些新的 这些API的技术 不仅是配置啊 还有这个MDT 模型驱动的这种摇杆技术 就是监控技术 我觉得监控技术是用的比较多的 好吧 因为现在在四个DNA里面用到它 然后呢一些互联网大厂 现在也是用这个MDT来做监控的 没有用SMP啊 SMP已经早就是老黄利了 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技术 而且这段时间呢 我又认真去关注了这个GNMI 因为以前我不太会用它的 好吧 我发现GNMI是非常全面的 它什么都可以干 不仅可以做指标监控 日资我呢还没有做 这几天我做个日资的 他还把日资拿出来 然后呢还能配东西 它非常非常全面 好吧 基本上呢在他们一些大厂里面 基本上用GRPC来做推送 push的指标监控 那边呢有负载充器 他们就能打到负载充器上面 然后去收集 好吧 用GMI呢 用它的网管中心 用GMI呢做配置 做巡检等等等等 基本上就主要用两个协议 就这两个协议 好吧 还有一个GNOI 我说维护维护系统那些东西 维护什么镜像啊 维护证书啊 还有一个基本上用G开头的 G是谷歌 好吧 G开头的这些协议 好吧 基本上今天我就讲的差不多了 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好吧 好吧